学会蹭热度,提高关注度 三个包红的蹭热度教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欢迎收看网红课堂 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用最正确的方式来蹭热度 蹭热度简单来说就是跟风 现在流行什么课题 我们就做什么课题 例如一首歌最近很红 就会吸引很多人翻唱 或者是做这个舞蹈的cover 这些都算是蹭热度 蹭热度其实并没有错 而且还是一种需要 就拿报纸来说好了 现在COVID-19这么严重 报纸就会大量报导关于COVID-19的最新消息 防疫知识、感染人数 而不是去大肆报导那些不流行的病症 例如骨痛热症 电台也会大量播放抖音现在最流行的歌曲 而不是冷门歌曲 所以蹭热度并不可耻 关键是你要如何蹭 是硬蹭、软蹭、有格局的蹭 还是乱乱蹭 今天我将会史无前例的公开 YouTube、Facebook、抖音和TikTok 官方的蹭热度教学 第一 YouTube Trending时下热门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YouTube Trending的存在 但却不懂得如何善用它 打开YouTube首页 左边会看到Explode 点击进去会看到一个Trending的Tab 你可以看到有四个选项 Now的话是综合所有类型的热门影片 那么如果你的频道是音乐主题、游戏主题、 或者是电影主题 那么恭喜你 你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热门分类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右手边有一个Location的地方 你可以查看不同地区的热门影片 例如台湾、新加坡、香港、甚至是美国、英国等等 如果你想要吸引外国的观众 那么你就要知道外国到底在Trending什么 第二 Facebook Inspiration 这个网站我敢相信没有多少个人介绍过它 它是Facebook Creator Studio旗下的一个服务 它和YouTube Trending其实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时下最流行的影片是什么 而且它的功能更加多 它可以选择IG或者Facebook 不同的地区还有不同的语言 十分的精准 你还可以按最多人互动 或者是点击率最高的影片来做排名 第三 抖音创作灵感 首先我先介绍中国抖音查看热门影片流量的方法 浏览creator.dottom.com 可以进到抖音创作服务平台 在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创作灵感的分类 在下面又有一个创作素材 在这里可以看到热门视频 创作热点、热门hashtag、热门音乐等等的排名 非常的方便 第四 TikTok Discover TikTok虽然没有像抖音那样有创作灵感的界面 但是可以在这里查看到热门的hashtag 点击热门hashtag 就可以看到相关hashtag最热门的影片排名 我们期待TikTok之后也能推出像抖音那样的创作灵感界面吧 以上这四个网站分别是 YouTube、Facebook、抖音和TikTok 查看热度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想要成为优秀的自媒体 你就必须学会 察言观色、洞察市场 最后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网红课堂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彦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加多有用的知识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报名我的网红课程 我们下一集见 Bye Bye